毛子哪里粘着这个东西 一扯就一搓 来 去吧 大家好 我是大友 今天 本家要去镇上办城市 也是 好多朋友一直以来给我提过的 这集有个朋友跟我讲了说 镇上好像有一家 不知道还有没有开 那我就下去看一下 他把 位置告诉我了 好像是在什么宁关店新马路 我现在下去看一下 哎呀 你去跑旁边了 你不要挨着我了 你还行不跟着 小厨 搞各科 个性化 一对一机密小班 小学见巧 英语 五加二作文 高师数学 数法口才创业美术 零五 接五 我在宁关店几年了 一直都没有看到 宁关店有什么培训班 那个朋友说 新界那应该就是这一脚 上去问一下 你当个国际关吧 嗯 哎 吵死了 这旁边就一条鸡鸡鸡鸡 哦哦 这钥匙又没带 我这个脑子 再搞抱歉 又没带 昨天没带钥匙回去拿 一点又没带 还是拿快递吧 我这个真的可能是老年痴呆了 昨天下午那个老板娘帮我拿了 然后给我扫着快递一起给我的 结果我 我又以为没拿 又去拿快递 现在准备回去了 有条狗子成这样啊 那里爱着消毒柜干嘛 你傻子 这种天气 你喝你的 那里打来放水 刚刚那个培训班 它是这样子的 就是上午八点半去 然后中午十二点放学 然后一个暑假 只上一个月课 还是二十八天 学费倒也不贵 就是一个学期的那个 学费 差不多是样子吧 因为挪威圈读一年级好像是 交了将近两千 就一学期将近两千 他这是一千 六百多块钱 差不多吧 那上面环境还挺好的 我只问那个大概 差不多就是上什么课 然后每天什么时候去 上几节课 然后学费多少 然后培训一下什么内容 他说如果一年级的学生就是 培训二年级上学期的内容 跟巩固一年级下半学期的 那个学习内容 可能应该差不多是这样吧 其他的上去问一下训训自己吧 毕竟现在孩子 你给他学习压力太大了也不好 这两个学生在这里 喜欢没有了 现在今天 还差一眼就这里 主持什么想 想什么 看五个 大小 你可以做三种 三个不一样的 你不能看这个 文贤 爸爸在里面给你找到了培训学校 就是那种补习班 嗯 你去吗 去 你跟你抱的是数学还是语文 等一下 这个我等下跟你讲 我等下跟你讲 我心里想吧 你是真的愿意去 还是怎么样 你不用管爸爸 爸爸会逼你去 随便吧 随便 去也可以不去也可以是吧 对啊 你要去 那就去 不去 那就不去 不去啊 不去啊 我想在家里练制 那你不愿意去校子后 我叫爸爸在 在手机上给你买那些食料 然后你再加血咯 好啊 这个事情其实朋友们跟我提过很多次了 从去年开始就一直在跟我提 但是 现在的教育政策 好多朋友也知道 就是说 那个什么培训班 好多地方都废除了 我其实心里也一直是这样想的 就学习 最主要还是看到自己的兴趣 他又愿意去 我就送他去 他又不愿意去 我也不逼他 因为 压力太大了 真的对孩子也不好 找个红字你开始的 不得 这是二十 二十 二十什么东西开始的 你看 这个字要多念一下 多埋子们给他念试 给他写 那个 你上次不是也说 让我陪秦运 打个陪秦班吗 嗯 那我跟你说说我心里的想法 这个事情我也一直没跟你讲 我刚刚去看了一下这个 他那个是在 艾楼 我刚刚跟伙伴娘娘一起去看 是一对一的吗 他有一对一的 也有那个什么 一般一对一的比较好一点 就是他一般 我问一下 一般是好像是十多个学生 嗯 那里面好像有 应该也有几个老师吧 但是我心里的想法 因为 你现在不是也一直在 在家里叫他 念那个字 然后念那个数学语 我的想法就是 就是怎么说呢 其实是自己在家里面 布置一下 给他布置一下作业 嗯 他想学什么 或者他哪一门 嗯 就是比如说欠缺 我们就给他买什么资料 就让他自己培训一下 这样子其实更好 因为他好不容易放个暑假 正是 他需要放松的时候 又把他送到培训学校去 那我无疑也是在增加他的压力 不是补师班 不是培训学校 就是 比如你续学语文赶不上 你就报哪一科 他哪一科好一点 就是那一科就不用 在家扶导 那一科你在学校就扶导一样的 他那里也有一对一 我之前 一对一比较好一点哦 他不是一对一好一点 我现在 因为刚刚我也跟那个老师聊了一下 他那里面只是不准拍摄 所以我就没有拍了 你慢点你看视频就知道 你能看到那个地方 但是 我的想法还是 因为我自己 我经常在外面跑嘛 所以说就还是让你在家里 给他布置一下作业算 就跟这几天一样嘛 你这几天不是一直在给他 布置到什么念字啊什么 你看他大伯跟他 跟嫂子他有时候有时间 他也会他有什么不懂的 他也会问问我哥 所以说你会的 你就怎么一起把这个资料 给他买回来 把他自己在家里念一念 他自己去安排自己学习的时间 每天也不要多了 每天就两个小时 我一辈子我也会买回来 他反正下半年就要开始 把一辈子给我念好一点 好不好 答案写的比一好 罗伊贝下半年还是把他送到中班去 开始读中班吧 他的年纪今年读一年中班 罗伊贝今年四岁 四岁多 读一年中班 读一年中班 读一年大班 读一年大班高好就剩一年级了 因为他比萱萱生日早 是啊 萱萱那时候是差两个月 不能读一年级 读了个学前班 贝贝好不好 把你送到大班去好不好 不一样 不做是不行的 罗伊贝 小学生只能不需要抓紧 知道吗 我的想法是什么呢 我的想法是 他喜欢做的东西 他喜欢做的事 我就让他去做就好 罗伊贝 他的学习成绩 在这一学期之前 是真的还可以 老师都经常在我面前夸他 就是挺聪明的 接受能力也强 然后尤其是读一年级 整个两学期 从来没有被老师流过堂 然后被老师投诉过 这一点是真的挺欣慰的 反正他不想去 那就还是按照我原来想法来吧 那就给他买资料 让他自己在家里念 好